大家好,我是旭哥不可按 玩出來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Let's War 好,大家有看過口袋奇兵的話 應該知道還有一個小遊戲 就是廣告會跳出來 就是之前YouTube上面有在吵的 有在罵的那個就是他們玩遊戲是假玩那個 他這個就是小遊戲就是這個遊戲的主軸啊 所以大家假如想要玩這個遊戲的話呢 玩那個小遊戲叫做Let's War可以來找 那就是這一款 旭哥等一下會實際玩給大家看 真的不錯玩那個小遊戲 單純只是小遊戲 那口袋奇兵之前旭哥也有做過攻略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那這款是偏向口袋奇兵那個小遊戲 很好玩 Let's War就是在這個遊戲 好,那今天分享這遊戲 最多禮包福利還有官方認證T0最強 首抽陣容最強的神角 三隻最強的UR神角 分享給大家 好,還沒地獄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嘛 禮品嘛 對話嘛 遊戲的虛寶序號 獨家最新 好,那這一款呢 很像之前的那個口袋奇兵啊 口袋奇兵不是有一個小遊戲嗎 可以一直設那個 之前還就是有上那個 Youtube嘛 在那邊吵這個 好,打贏 加30 我就是可以左右這樣一來一去 口袋奇兵之前在吵嘛 不是有幾個Youtuber在吵什麼 廣告大言不死嗎 那時候就在吵這個 笑死 好,成目標 那時候就吵來吵去的在網路上 很好笑 就是這個小遊戲 所以大家假如要玩這個小遊戲呢 載這款就對了 這款叫做 Last War 最後的戰爭 Last War 它是用英文的 一樣 欸,選錯了 你可以選這個左右這樣 它就是一直左右啦 然後你要就是去躲這個 然後那個廣告就是在說這個有沒有 就是它就是用同樣的圖 然後沒有 就只是聲音改掉耶 它沒有直接就是在玩這樣 就很好笑 其實這個小遊戲也蠻好玩的啦 蠻輕鬆的 所以大家可以來玩一下 這個叫Last War 當然是選加越多越好啊 這個 然後這個遇到的時候就會有遭遇戰了 選個加30好了 乘以2好像不划算 遇到一些邊邊還會被消耗 還有坦克 加40,趕快過來 我們有坦克啊 坦克對面的是殭屍大軍 其實不錯玩耶 就很輕鬆很紓壓的感覺 特別行動 來,我們繼續往前 我需要 礦坑 什麼 我們抽到一個SSR 哇 好性感啊,妹子 讚 讚 讚,讚,讚,讚 SSR MONICA 好,那個那時候口袋騎兵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那時候好像還有上什麼發燒榜 在那邊吵架 笑死 好 衝過去 乘以5 乘以2 應該選加40好像不要賺 沒關係,反正這個輕鬆玩就好 加30 我們人瞬間少了好多 被那個 直接攪爛了 除以1等於還是一樣啊 笑死 他這個是玩數學是不是 他們有80幾個 過來是被我們設好玩的 有沒有 這款真的不錯耶 SWall 大家可以來體驗一下 虛哥實際玩給你看 贏過大概99.68% 那幾乎就是 贏過大概所有的人啊 虛哥已經領先 遙遙領先了 乘以2 再乘以2 有沒有 我撞到這個沙包還會死人耶 笑死 加20 還有這個堡壘 然後這個 輾過殭屍 一定要選加50啊 不會選-20吧 有人會選-20嗎 好,那對面呢 就是我們的 100多個殭屍大軍 好 之前看口袋奇畢沒有玩到小遊戲的 來玩這款就對了 LetsWall 99.52 他真的就是 大家看到口袋奇畢廣告那個小遊戲 他就直接把他拿來做成這個 笑死 還蠻好笑的啦 蠻有梗的說真的 有時候看YouTube大家在吵架還蠻好笑的 來 選這個加10 這邊一定要選乘以2啊 乘以2比較88 撞到了 哭了 這個刺激 然後他選出於1啊 出於1一定比-10好啊 加20 好,86可以 我們就是從這邊過去啦 加30 大家假如口袋奇畢也可以來找虛哥代言啦 有沒有,虛哥親自玩這個遊戲還是現場玩啦 對不對 最真實啦 直接玩給大家看 真的 玩了好多關啦 沒有假玩啦 是真的玩啦 這個小遊戲是真玩給大家看 剛才有抽到一個SSR 又拿到一個星角 Mason 狂暴槍手 Mason 好,那虛哥來講一下這遊戲最多的禮包福利 我們看到一下有沒有 畫面左邊這邊有這個禮包可以去領 我們只要呢 蓋成功就可以把這些禮包領起來 有沒有,大量的麵包啊 鐵礦啊 錢啊 然後還可以順便解任務 解任務呢下方一樣有這個禮包可以拿 有沒有看到他這個就會有一個很大的禮物 這個就是禮包可以把它拿起來 這邊很多資源可以賺起來 他會自己幫我們賺起來 爽 這邊還可以順便收成這樣 然後可以蓋起來有沒有 有金幣啊 有資源 然後這個禮物一定要拿 這個很大一個哦 超級大禮物 爽 然後 然後 修復完之後呢 他這邊有很多資源會給我們 會灌給我們很多資源 就蠻爽的 來 這個又禮包 領起來 好,那虛哥來分享這個官方認證啊 提琳最強的首抽 最強的神角 總共有三隻啊 最強的UR等級的 首先是這個火箭掠影 金伯利 Kimberley 他的攻擊力非常的高 23.9K 然後血量 393.7K 環域2.9K 然後 統帥是350 這隻是坦克的神角 非常帥氣 可以造成大量的傷害 這是官方認證最強的神角 接下來呢 是這個不動戰士 墨飛 Murphy 他一樣是坦克 然後屬於這個坦克型的角色 攻擊力13.1K 血量特別多 906.9K 那防禦也特別高 3.3K 這隻坦克型的神角 那統帥有350 UR 相比之下呢 Kimberley比較算是攻擊型的 那攻擊特別高啊 這個統帥型 而且 妹子 性感妹子 讚 這個Murphy 他是比較偏向 血牛型的 防禦型的角色 那接下來呢 是這個 Marshire Marshire 他一樣是UR 軍團之刃 Marshire 一樣是坦克 然後有這個BUFF的效果 所以他是比較算是輔助型的神角 那攻擊不錯 20.8K 血量呢 47.25K 472.5K 然後 防禦3K 然後 然後統帥是350 他是算比較均衡型的角色 然後有一些BUFF的效果 三隻都非常好用 有Marshire 這三隻是UR 然後 Murphy Murphy 是屬於防禦型 還有我們的Kimberley 金柏莉 攻擊特別高 這隻非常好用的神角 輸出型的爆發型神角 然後他裡面有很強力的技能組 我們可以點進來看 像Kimberley就是比較偏向能量轟擊 然後一些強力的輸出 提高自己的傷害 然後一些隨機的爆發 他會發射8枚火箭 然後每次攻擊力都很高 還有這個提高生命攻擊力 然後技能冷卻 基本上都是偏輸出 性感妹子 那這一隻呢 不動戰士Murphy 他就比較偏防禦型 然後他的有一些物理攻擊也不錯 然後他可以降低我方所有受到的傷害 因為這隻是防禦型的神角 然後銅槍鐵壁一樣 提高我們的物理減傷 然後超感 超級感應的 生命攻擊防禦都會有BUFF 還有這個技能冷卻 那Marshall呢 他就是一個輔助型的角色 那有一些 強力的輸出 然後快速啟動 可以提高我們的技能冷卻 這個蠻實用的 冷卻速度提高30% 這個BUFF 然後戰術指揮是我方全體增加攻擊力 這個很好用 這個全體的增加攻擊力 然後還會提高像是一些暴擊啊 額外的BUFF 最後超級感應一樣 增加到生命攻擊啊 防禦力還有技能冷卻速度 這三隻都是非常神的神角 好那今天最爽的攻略 最強的攻略福利 都在這邊分享給大家 那大家記得訂閱旭哥頻道看 旭哥收到攻略 我們下一季攻略見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